今天我们给老人做一个酒酒虫羊羔 首先我们把这个甘蔗毛用温水浸泡 在两个小时 现在甘盘已经磕盆里了 然后这水是温水 一定要给它浸泡过来 时间呢 大概可以两个小时左右就不够了 然后用那粉刺鸡给它粉碎 现在进行第二步 在刚才泡的脑 用鸡给粉碎掉 然后给它粉碎 粉碎以后呢 我们明天呢 参入我们的玉米面 白面 然后进行杂质 然后上锅粥 这是第二步 这早上 饺在这 基本上就跟我们的肉碎上锅 OK 老人在家做的话 没有必要这么配事 直接把早骨的八锅里就行了 我们现在 继续把这个面倒入 这个面和玉米面的配比是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用两倍玉米面的面 然后呢 这个面的玉米面呢 我们用 比如说用两磅 那我们 那一面就用六磅 三分之一 好 现在我们这样 火 加入我们的 麦粉粉 大家看一下啊 不用太多 这是 四磅的面粉 两磅的玉米粉 你看看 加多少呢 看看 一件 两件 给它护匀 然后这盘再加点手指泡打粉 为了让它送来 护匀 这样再加入我们昨天 搅碎的枣肉 摊到一起 看看这一碗就够了 来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呢 这肉是我们泡的红糖 大家看啊 就这么一下就行 这个咬子写着说我们家吃饭的小碗 多半碗 不用碗 这个水呢 它还是那样不用碗手 在四十六左右 哎 现在给它搅拌 也不能太烫 开汤就被效果烫死了 还要那句话 不碗手的情况下就OK 到这样的 头细度 哎 不能太稠 也不能太细 啊 等它一会儿发起来 我们蒸盆 就可以上 蒸了 大约在 二十分钟左右 它就发了 好 好 现在 看看 这点已经发起来了 发起来了 现在我们就往剔上 然后呢 就可以上锅蒸了 大家看一下 然后在放的时候呢 不要太多 哎 然后呢 给它抹平 让它上面进了平点 要不然就够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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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好 这样就可以上锅了 现在我们的 花糕 九九重羊糕 出锅了 哎 然后呢 我们锅这边先晾一下啊 晾一下以后呢 我们再切 切的时候 就是随意了 切方块也行 切这个什么也行 切这个菱形方块也行 这就随意 我稍微的晾一下 切成 同样大小的方块 谢谢 重羊糕完成 三年 象征的老人 事业高 年龄高 生活高 所以这个三宫 可不是那个三宫 有意义的三宫 好 在此我们祝阳光老人 更上一层楼 谢谢 各位大家好 这次是重羊铁 我们来做这个 羊肉豆角焖面 昨天羊肉已经切成 薯酱了 今天我们开始来制作 现在是锅烧热 下这个葱 姜 和蒜子 爆香 这个爆香以后下 下 羊肉 下鸭肉煸炒 一只煸炒到 羊肉水蒸 煸炒三明治 我们现在开始加调味料 酱油 是调颜色的 颜色红亮 蒸鸭 料酒 还有少加一点糖 鸡精 少来 OK 这样就可以了 等会 我们再把豆角放进去 羊肉已经蒸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把豆角加入 豆角蒸 蒸20分钟 好了 就可以了 先打出一点这个汁 配用 把面条放入 这个羊肉 这个时候 面条是生的 这样好了 就是用这个噴气和水 一起把面条焖熟 塑在上盖 焖十分钟 面一焖好 现在 我们刚刚留下来的这个羊肉汁 加入 出面 那个羊肉焖面 已经做好 现在 盛入盒中 好 香喷喷的羊肉焖面 已经做好 好